上一个视频呢我们分享了今年也就是2022年最新的滑铁卢计算机竞赛初级的第四题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初级的第五题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 首先呢是问题描述 说这个人呢他的后院是N长N宽的一个正方形 那后院里有T棵树 我们的程序的任务就是帮他在后院里避开这些树 尽可能大的帮他挖出一个游泳池来帮他决定这个游泳池的尺寸 那程序的输入规格说明是说 首先第一行是一个正整数N 也就代表了我们后院的尺寸 N就是N长N宽 它的边长是N的一个正方形 那第二行呢是一个正整数T 也就是数的数量 数的数量呢我们知道对一个正方形来说 N长N宽那它一共会分成N平方个格子 每个格子最多只有一棵树 所以数的数量会小于N平方 那么在接下来的从第三行开始 输入的都是这些数的坐标 每一行呢会有两个正整数 分别代表这棵树出于第几行第几列 所以它的位置也就从第三行开始 输入的两个数字的范围都是1到N之间 因为它肯定是第一行到第N行 第一列到第N列嘛 好评分标准的话呢我们先不看 我们先看输出规格 输出的话就是要帮我们决定游泳池的最大的游泳池的数量 也是一个正整数我们用M来代替它 我们看一下题目给了我们两个sample的input和output 其实题目每次都是这样 它会给我们一些样本输入和样本输出 那我们的提交代码的时候 我们的代码首先要经得过样本一样本二才有可能去算分 样本一样本二通过了 也不一定拿到分 因为题目会另外就是说评分的时候 它会另外设计一些隐藏的一些case来验证我们的代码 只有跑过隐藏的那些case我们才能拿到分数 我们可以先看第一个sample的input和output 我们看第一个例子是说 假如说我的后院是长5米宽5米的一个正方形 然后5x5的这个格子里呢只有一棵树 这一棵树呢它的位置是在第二行第四列 就像屏幕中显示的这样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比较简单来判断 那我要挖游泳池的话 如果在树的左边的话 最多就是挖三格乘三格 也就三乘三的尺寸了 要是往上挖的话 就是说在树的上面想选的话 那只能挖一格 对吧 那所以这个还比较容易看出来 就是最长的用池数量就是三了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用力啊 第二个用力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它是院子是15x15尺寸 树呢一共有八颗 分别的树的位置分别是第四行第七列 第四行第一列 第十四行第十一列等等等等 那我们在树的夹缝中 因为要避开数量来找到最大的游泳池的尺寸 最后找到的是七乘七 因为我们要游泳池是正方形啊 那这个题要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如果不考虑它的评分标准的话 不考虑评分标准的话 这个题目是应该是有很多种做法的 首先我们先介绍 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呢 我给大家分享两个算法 第一个算法呢是 就是我们先分享算法 然后呢我们再来评论这个算法好不好 有没有可能就是能拿到多少分 首先第一个算法呢 我们用最野蛮粗暴的算法 就是对每一个格子 我们知道这个后院是n乘n嘛 那我们会有多少个格子呢 n平方个格子 好我们对每一个格子都无限延伸去找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左上角的第一个格子 我们对第一个格子 首先判断它自己边长是1的话 它是不是 那当然这个好判断了 我们只要判断这个格子里没有数 只要这个格子里没有数 那它肯定就满足 我可以在这一个格子里挖一个正方形的游泳池 好 一个格子如果可以 那我们就再判断 当它尺寸加1 它是2乘2的时候够不够 也就是从第一个格子往外加1 2乘2的时候 如果它发现它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再来延伸3乘3 再判断3乘3的最外围 如果还是可以的 那么就再判断4乘4 你看在这个case的情况 4乘4就不可以了 也就是说从第一个格子出发 向右向下延伸最多能挖3 那我们用这个方法 对每一个格子来实施一下 比如说第二个格子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最多能够找到5乘5了 对不对 那当我们找到屏幕中蓝色的最上角的这个格子 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7乘7 对不对 用这种方法我们肯定可以找到最大的 我不知道我们想明白没有啊 就是说我们对n乘n的格子 每一个格子都做一个最长力n的循环 循环到什么为止呢 当然是循环到它向右不能超过n了 向右它的出发点再加上它的边长 不能够超过这个院子的界限 做这么多次循环 也就是说对会做平均应该是2分之n次吧 就是对n平方的这个格子 n平方个格子 每一个格子在做平均为2分之n的循环 而每一个循环里呢 大概还要做两倍的2分之n的判断 但这只是一个毛骨骨的数字啊 所以 所以呢这个算法的最后的算法复杂度呢 肯定是n的三次方了 不用说肯定是n的三次方了 但是我们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也就是对每一个格子不停的向外延伸 不停的向外延伸 那么我们因为我们不确定哪个格子的最大 那肯定如果说循环到最后一个格子的话 我们是一定能够找到最大的这个值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的程序应该怎么写 那为了方便大家看 我们来 把它的这个sample input打开来 首先读第一行读取n 也就是后院的尺寸 接着呢我们读取t 也就是数的尺寸 然后呢我们定义一个一二的 就一个二维数组代表分别存储就是n行 n列的空格 接下来呢我们定义一个tray的一个list 来存储tray的坐标 存储tray的坐标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读取t行 因为t颗数嘛 会有t行的输入告诉我们这t颗数的坐标位置 那我们对每一个位置呢 读取之后拆取它的x坐标 把它的这个标记位设为1 也就代表着这个yad的 有1的这个地方呢 都是有数的 那么空格无值的呢 就是没有数的 然后呢我们按照我们的思路 我们要循环便利n平方 对吧 我们要做n平方次循环 每一个循环呢 拿出这个它的位置 对这一格来说 我们第一步做个判断 如果它有数 那这个就不挖了 首先你1乘1的用池就不能挖嘛 要避开这棵树嘛 好 那么刨除掉树的话 对每一个 对每一个格子 我们去做一个 就是挖池子的判断哈 就是判断 首先它自己是满足的 所以它的size是1肯定是满足的 所以我们把当前的行数 列数传进去 从size2开始试起 会 这个方法呢 就会返回 从当前行 当前列 向右向下挖 最多能支持 挖到几乘几的格子 把这个格子返回来 返回之后呢 会对当前存储的最大值 去做比较 如果发现返回的这个数字 比上一次存的要大 那我们就取代它 用这种方式呢 最后我们可以得到 最大的这个 这个尺寸 好 那我们就来看了 从n 第二列 第二行 DC列 从尺寸2开始 我如何能找到它的最大的 其实就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会是一个 我选用一个地规的写法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首先用到Global的Yard 然后我们 用一个波尔变量来存储 现在尺寸是 当前的尺寸 它是否满足 我们怎么判断 它是否满足 当然是判断 从G格 从G行到G列 然后在这个尺寸里的 这N乘N格格子里 有没有数 说白了就是 我根据这个位置 输入的行数列数和尺寸 到这个 我们存的这个Yard里面 去判断它 有没有 有没有数 所以我们去判断 当然我们每次 不需要把完整的判断 我们只需要判断最外围 因为我们suppose上一层 已经判断过了 所以我们只判断最外围的 就是从列数加sign-1 到行数加sign-1 最外围的那一圈 它有没有数 我们说了Yard的那个格子 如果是1就表示有数 所以如果是有1的话呢 那就表示已经有数了 就不quantified了 我们就不能够再 继续往下挖了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经过判断 发现啊 从这行 这一列 往外挖到第三 边长为3的时候 这整个九个格子 它都是安全的 那我们就继续 如果是quantified呢 我们就直接继续 继续怎么样呢 继续往下挖 把size加1 让它再往外挖一圈 所以size加1 这是一个地规的使用 那如果我发现 它已经不quantified了 那么我们就返回size-1 就是说当前这个size 是不满足的 所以我们只能 但是它上一层 进入这一层 循环的时候呢 就地规到这一层的时候 上一层肯定是满足的 所以当前的size不满足 上一件 简易肯定是满足的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呢 是可以找得到 最大的池子的数量的 好 我们可以来跑一下用力 第一个用力的话 是5乘5的一棵树 树的位置是24 所以最大呢 是挖3乘3的用池 那么第二个用力 就比较复杂了 是15乘15的后院 有8棵树 分别的位置是这么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15 8 47 41 14 11 16 13 4 40 13 94 得到的是一个7乘7的 好 这种方法呢 按照我们这个算法思路呢 我们确实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啊 这个题目是说 如果我们支持数据 50以下 替一棵树 也就是50乘50的院子 一棵树 那没问题 这三份我们可以拿到 就是刚才写的这段成绩 这三份是没有问题的 那50乘50的院子 替消一等于10 我们肯定也能拿到 因为按照我们的算法 我们刚才毛狗狗算了一下 算法复杂度 实际上是说 我们可以看 主程序里面是做了一个 n乘n的循环 也就是说我们算法复杂度 本身就已经是n平方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地规的方法 其实我们这个地规的方法呢 是要循环 size的 对size做一个循环 对不对 对size做一个循环 这个size我们suppose 这个size我们其实 怎么说呢 如果说这个院子很大的话 这个size其实理论上 它是可以最大达到n的嘛 对不对 最大达到n的话 也就是说等于 再进行一次n的循环 虽然说我们这个用力 是7啊 比较小 但是我们不能说 它理论上 它是可以是n的嘛 所以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 地规方法里边 它的复杂度 也已经达到n了 所以我们这个算法呢 差不多 算法复杂度是n的三次方 我们大概记一下 n的三次方 我们看一下 如果n达到50万次数的话 如果n达到50万次数 而t是小于10颗的 对我来说 对我们刚刚这段程序来说 就已经是 50万的三次方的 算法复杂度了 因为这一题 没有注意到 就是它对时间的要求啊 但是这个算法复杂度 已经是非常差了 就是说它的性能就比较差了 我也不太确定 就是这四分 还能不能拿到了 至于第四个三分的 因为它是 院子尺寸没变 但数能又增加了十倍 那我也同样是不太确定了 不确定它的那个 平分的这个标准呢 好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 能够做到就是 让我们的算法复杂度 减低一点呢 我们马上讲第二个想法 首先我们看这个题啊 如果我们想算法复杂度低的话 最好的做法 就是 如果能从数开始循环 肯定是最好的 如果从数开始循环 我们哪怕是只是把数 循环一次 代替一个n n的平方加上乘以一个t 那这个算法复杂 这个效率也已经提高了 50万除以100 也就是 5000次了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做法吧 这个算法呢 会比刚才那个算法呢 再好一点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算法的思路啊 这个思路呢 是Alan提出来的 Alan提出来的算法 但是他没有能力 把这个算法写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算法应该怎么实现啊 我们刚刚的算法 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是循环了每个格子 把每一个格子向右向下延伸 来寻找最大的 因为需要对每一个格子 做一个这样的判断 所以 它的算法 大概是n的三次方 那第二个算法呢 我们第二种方法怎么做呢 我们这样做啊 我们首先假设 嗯 我们首先把 就是 我们suppose 我们的游泳池是n-1的尺寸 那为什么是n-1 不是n呢 因为题目说了 数的数量是个正整数 就是说 不会是零 不会是零颗数的 那它只要有一棵树在 我们就知道这个游泳池 最大也就n-1了 对不对 最大也就n-1了 所以我们呢 从大到小来 我们假设 先判断一下 n-1 n-1个就是游泳池 能不能建得起来 但对n-1来说 我们首先是从00开始 就是00开始 n-1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n-1的话 一共会能有几个池子 是不是从0到n-1 然后列数也是0到n-1 对吧 那然后就是 y坐标是1到n 1到n 再然后是 从第二行开始的第一列到 到倒数第二列 所以n-1的话 其实我们是循环四次 要判断四次 当然了这个判断 我们不需要 就是自己用大脑去计算 我们交给计算机来计算 所以我们这个思路就是说 我们假设初始值 Pull的这个size 我们把它设成n-1 然后来 然后把整个后院的 这个能满足n-1的 这个格子全部 就是池子全部拿出来 去对数做判断 只要它包含一棵树 我们就认为它不符合 不符合我们就 我们就把这个n-1的池子向右移 移一格 移一格再找 如果还不满足 继续向右移 移到最后移到最边边 移到边边 就不能再移了 就表示 从这一行出发的 这 m行m列 不符合 那我们怎么办呢 往下移一行 往下移一行 同样做这个操作 m乘m 试一试 有没有数 没有往右移 没有往右移 移到最后没有 那继续往下移 如果移到了最后一行 往右移 往右移 依然是找不到 依然是找不到 就是说 池子里都有数 那怎么办呢 你把size减一 对吧 size做减一操作 减一操作 我们再继续重复这个过程 好 我们看一下代码怎么写 前面呢 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去读取 读取后院的尺寸 读取数的数量 要存一个yard的一个 二维数组 然后呢 数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把poor的size呢 做一个初始化 减一 我们一开始假定 我有一个n-1的一个池子 当然我要去判断 这个池子符不符合 之后就是去读取 所有数的位置 前面基本一样 除了poor的size 刚才的做法是poor的size是0 我们做的logistsize是0 现在是logistsize是从n-1开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主程序 主程序呢 是首先我来判断一下 这个size 根据当前的这个size 从第0格开始 就是第0行第0列开始 去取这个size 判断当下的 假如说这个poor size是m 也就是说从0开始去判断 m乘m的这个 m乘m的这个正方形里 有没有数 如果 判断一下 如果是 有数的 就是全判断完了 有数的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把poor size 做个简易操作 重新去判断 再去判断 从0开始判断有没有数 如果还是没有数的 有数的 那就继续简易 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简到我们发现 它终于通过了 当前这个size m乘m的这个size 我们终于在这个 n乘m的后院里 找到了一个m乘m 这块D 没有数 那么就打印出这个poor size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check这个方法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需要去check 当前的这个size 当前的这个size 它有没有 有没有数 就是我能不能在 n乘m里面 找到当前这个size的 一个正方形 我们看一下 check怎么写 首先输入的size 就是我们要找的 判断的这个size 然后输入的 行数列数 行数列数 肯定是从0格到0格开始 就像题目中一样 如果我现在来找 假如说我已经找到 我的size已经找到 8乘8了 那我们就从0开始 找8乘8 0开始找8乘8 如果有数 右移从第一 从01开始这个格子 找8乘8 如果还有数 那就从02这个格子 找8乘8 还有数 我们就从03这个格子 找8乘8 一直找到 倒数最八 第八行 已经不能再往右移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回到左边 到第二行 10这个地方 找8乘8 12这个地方 找8乘8 一直找到这个 所有的8乘8 都找完了 都不符合 那我们就把size 减低为7 那如果找到符合的 直接return2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size就是8了 所以这个逻辑 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我们需要去判断 首先判断 有没有数 好 有没有数的方法 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当前的这个size 当前这个行 当前的这个size 当前的位置 如果我们用global的 去 就是存的数的位置 逐个去判断 如果有一棵树 除于当前的这个矩形 就是正方形中间 这个数的x坐标 在当前的这个正方形中间 y也在这个当前的 当前的这个正方形的 y坐标中间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数肯定是 种在这个矩形里了 所以就return false 就return true 如果所有的数都便利完了 发现没有 那么就return false 也就是说没数 用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判断出 这块地有没有数 如果没有数呢 我们就直接返回去 如果有数 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我们就循环变力吧 我们首先判断行 外围是判断行 里边呢是判断列 因为当前的这一 这一个格子不行 我们就 右移 右移就意味着 行数不变 列数加一 所以做一个 列数加一的一个操作 逐个的去 逐个的去判断 好 这个格子 当下这个举行 有没有数在里边 那如果说 这一行的所有列都跑完了 都没有return true的话 那就表示 都有数啊 那怎么办呢 那就下移一行 就是往下移一行 往下移一行就是 行数加一 然后列数归零 回到最左边 就用这个循环来做 如果说 最终 我都已经检查完了 检查完了 依然是没有 就是说 依然是 没找到一个 一块 当前的size 比如说八成八 当前输入的八成八 我都没有找到一个 一块地 能够完整的 不带着棵树的 那就说明 八成八不满足 我们就return false return false 下一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pore size 做一个简易操作 好 我们用这个算法逻辑呢 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是7啊 但是我在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就是找到最大的格子的时候 因为return true 就表示这一块地 当前的size 当前的size 已经找到了一块地 是完全没有数的 所以我把当下的尺寸 当行 当列 就是行的位置 列的位置 给打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 size是7 也就是说 从第四行 第六列 能够找到 7乘7的格子 我们可以看 它是不是 第四行 我们记住 我们是从0开始的 第四行 也就是第五行 第七 第六列 也是从第0列开始的 就是第七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刚好是找到了 第四行的第六列 能够找到7乘7 这就是我们打出来的 好 这一题呢 我们就讲 我们就分享这两个算法 至于算法的复杂度 以及哪个算法比较好 我们可以自己想一下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希望就是 如果你有更好的算法 更好的想法 很欢迎你给我 就是留言 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感谢您的观看 我 我们下期再见